柯文哲涉嫌更改北市科招标条件 遭到质疑土地特定厂商 关键的证据曝光 两份由柯文哲亲自召开的内部会议记录揭露 柯文哲才是解除北市科的招商产业限制 不再仅限生计医疗 并且其中两块基地也不需要附上投资计划书 遭到质疑一路为星光人寿开绿灯 而且当时星光的副总经理吴欣盈 后来成为了民众党立委 甚至后来变成柯文哲竞选总统的搭档 对此民众党发言人则是驳斥指控 说这些都是完全没有证据的捕风捉影 柯文哲涉图里北市科再报新市镇内部会议记录首都曝光 名罪李正浩在脸书揭露 柯文哲在2021年3月3号及4月19号召开的 两份市长室会议备忘录 为限制生机医疗的招商产业类别解套 更进一步解除T17 18基地 虚复投资计划书的限制 并且采价格绝标 遭质疑一步步为星光人寿开绿灯 而这两场会议都是由柯文哲亲自签名 亲自召开 令直指北市科这案没有设下防火墙 最可能把柯文哲定罪 他是自己召集会议 然后没有学者专家 然后他就自己决定配置的方式 跟招标的逻辑 会陷入土地疑于 因为柯市府将北市科土地低价租给星光时 当时星光的副总经理 注视柯文哲选总统的搭档吴欣盈 在2019年3月 曾经到星光吴家 阳明山的豪宅去拜访 后来就让三块基地合并招标 他后来在2019年 被柯文哲民众党提名为不分区的时候 也整个就是在北市科的招标过程期间 这不是瓜田里下 什么是瓜田里下 柯文哲涉徒利特定厂商 关键会议被揭发 民众党却说没有诊据 只要是市政府开了会议都好像被他们说 变成是一个什么关键会议神秘会议 可是殊不知 这些会议都是非常正常的例行性会议 那他完全没有证据 然后就这样捕风捉影 把这些会议贴上了这种图例标签 以后市政府还要怎么做事 谁还敢主持会议 柯P正义连环保 如今关键会议证据曝光 柯文哲的防火墙失效 被市客一下成了罪大案 恐怕不是一句抹黑造谣 就能亲情逮过 记者中报道